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行百余名陕南青年被批准入伍 跟着接兵的军队战部登上了西区的闷瓜子列车 一路上我们见来往的新兵老兵很多 却唯独我们的军库显得很特殊 上面粗大成兜庄 下面细窄型口 钉有三只扣子 后来才知道 这就是骑兵专用的马库 那时候 我们一帮陕南华从小连马都没见过 更别说骑马了 因为对这种军库感到狠心 其 我们就缠着接兵干部问 我们部队是啥兵种 接兵干部起先不肯说 被我们问得紧了才说 是空军 离第三尺的空军 我们受空军二字的鼓舞 漫漫和西路上 激动得难以成年 当然 一到部队营地 我们才知道 是离第三尺的马背空军 两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 我被分配到新疆军区独立骑兵营 二连武班当战士 不久被调任连文书 我们连队外称 将自215部队62分队 驻地在齐台县水谋河畔 被老百姓亲切称为钢铁二连 由于是矗力化的骑兵部队 并连排班的基数都很大 一个连队有四个排 每排有三个班 每班分为三个战斗小组 战术训练时 由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 各在一个小组 成前三角或后三角队形战斗编组 这种编组在当时的战术战略形势下一手善功 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 每个人配军马一匹 另外每班还配有备用 马一匹 所配军马来自两个地域 一是内蒙古军马场的蒙古马 这蒙古马蹄小但很机灵 侦察 议席 突围 是他的强项 二是新疆伊犁军马场的新疆马 这种军马高大魁梧 胸肌发大 四肢修长 是急行军 乘马斩披打冲锋的强将 伊犁军马走起路来风风火火 急如流星 但常常对骑手的当部造成危害 因为实在颠子厉害 只有冲锋飞奔起来才能平稳 而蒙古马轻巧灵活 走起来很平稳 与伊犁马正好是一柔一刚 因此 骑兵部队给战士配备军马时有讲究 给军事干部 战斗班牌配备伊犁军马 给部队后勤部门如卫生锁 炊士班级连队的四号员 卫生员等 则配备蒙古军马 于是战士们把伊犁马称为老伙计 而把蒙古马称为蒙古担子 酸甜苦辣的生活和训练骑兵生活 是极为辛苦 繁忙和单调的 骑兵的起床时间 要比步兵早半个小时 早晨起床后一响就集合出 操 出完操还不能像步兵那样回宿舍洗顺 要从操场直接铺进马厩 用扫把和托把 把一晚上积累的马粪清理出去 以班为单位 各班互相拼速度 拼战斤 而这时 职业班为马的战士则跨着斗 把料和食盐撒进每个马槽 让吃了一夜草的军马换个口味 我们收拾完马厩 就得赶往宿舍洗脸 稍慢一步 开发的号就响了 列队唱歌进了连队食堂饭厅 各张桌子上 已打好了咸菜和素炒羊芋片 玉米糊糊在大盆里 小馒头在笼里 自己拿 这一刻什么都顾不得了 人人都铺上前去 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 不这样不行 因为吃过早饭就要铺进马就 把军马牵到外面的大棚下 把马头高吊在铁链子上 驻军马消化 唐话叫吊马 如果哪位战士天天早晨落在后面 你就是落后分子 周末班误会上就不太光彩了 然而不论新兵怎么努力 总是落在老兵后面 原来新兵吃的 多 吃的慢 而老兵们为了船帮带新兵 使了手段一进食堂 西路喝下一碗汤 抓过两个馒头加上咸菜 边吃边往马棚去钓马 老兵每人四匹马牵出去钓上了 新兵这边第二个馒头还没吃完呢 如此三方搞得新兵 老兵们吃不饱早饭 到中午就往堡里吃 大约五十克一个个小馒头 伸出左臂来把馒头从手腕处排到肩膀上 不下湿的把 能一口气全吃完 这样长时间下去 到新兵当了老兵 这位兵也就落下了 吃过早饭 以排位单位各派出一人去替换喂马 看马的派出一人去换哨 再派几名去割草或割了马车去献粮食举供马料 剩下的人就是训练了 骑兵训练分马术训练和步兵训练两大内容 中午和下午的政客时间一般被用来训练骑兵战术 号声一响 我们要像出堂的子弹那样 一头扎进马就被好安 然后 牵马到操场上听指挥人的号令 先是上马下马 即而是力政烧 息 口令和步兵的一样 区别是鱼音拉的长一些 以便使军马在骑手的操纵下反应过来 做出规范的力政 少息或卧倒之类的动作 骑术训练的第一课最为艰难 一班战士由班长 副班长带着十几期承重队 到戈壁滩上的雪地上走一大圈 踩出一个刨马长 然后一个新兵后面跟一个老兵 班长站里圈 副班长站外圈 要求新兵们把马凳搭起来 两脚寻空 手里只抓软兮兮的缰绳 不许抱马鞍 不许抓马踪 脚下又无凳可踩 这样漫步走还平稳一些 心里咚咚跳着也罢了 问题是班长突然改变口令 拉长音喊快走 老兵们从后面一鞭子 马就小跑起来 只见新兵们左摇右摆的 几下就一个个的从马背上栽进雪窝里 如下脚子一般 掉下来还得再爬上去 自己不爬就让老兵把你弄上去 不然鞭子伺候训练场如战场 谁可怜你 这种不让踩凳的棋法 连老兵也受不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从小连马都没见过的闪蓝娃呢 几天下来有的战士的裤裆都磨坏了 只好用纱布缠住 晚上坐床上身边放一碗水 用手抓水敷在当里 一层层轻轻的往下接被截凝固的沙布 晚上值班喂马也不轻松 前半夜还好些 轮到下半夜人太困乏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在草窝里睡过去 睡过去就有军马可能卧下来 四日天明即至发现 这匹马轻则结肠 重则死亡 那么值班战士就轻而易举的被上一个处犯 这并非耸人听闻 要知道 一匹马从入伍到退役 是见有和战士一样的档案的 那时候 全国性的穷日子穷着过 一个战士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0.65元 实际开支中要求 每天结余0.05元 就是说 一日三餐包括节日加餐 实际每日每天开支 只能控制在0.5至0.6元之间 而每匹军马一天的生活费是1.75元 吃多少草 多少料 多 少盐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因此 骑兵部队就有两套班子 集营里有一名专管军马生活的 副营长 参谋和助理员 还有一个军马卫生所 连里有军马生活管理员 称马战上士和京长工 军马卫生员 这些机构设置于战士的后勤生活机构 正好是两套班子 而且 军马的班子更牛气 因为一旦行军 军马就成了我们的无言战友 所以 我们对军马的多吃多战毫无怨言 只有精心伺候他们了 拍摄电影的经历 1974年 邓小平重返中央军委 部队生活又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真是没想到啊 几部涉及重大军事题材和军旅生活的影片开拍 八一电影制片场派出摄制组进驻我们连 由我们承担携拍骑兵在战场上发起冲锋的光荣使命 于是 我们有了拍摄电影的特殊经历 我们带着吉卡车服装 道具 骑着自己心爱的军马 浩浩荡荡来到不格达山脉的哈胸沟 我们按照 平时的训练序列 以野战方式搭锅造饭 乘马骑射训练 那时不像现在排戏 只顾吸眼球 而是一切都要服从实战实况要求 最后才在设置人员的指导下 演练几个应景动作 设置组要从我们中间抽掉一部分人化装成敌军 可我们谁也不愿当敌人 最后只好由指导员点名 才确定了穿敌军衣服的人选 我们换上战将年代敌武双方的服装 准备好烟火等音音道具 等导演一声令下 我们就在连长的带领下 从山头高举战刀向下冲锋 一时间炮声四起 浓烟滚滚 沙声震天 仿佛真的置身在激烈交锋的战场上 一连十几天 我们按照设置组的要求 重复着那几个反攻 冲锋场面与动作 终于完成了鞋拍任务 遗憾的是 在以后多年里 不论眼睛睁多大 我们也从来没在电影里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倒是装成敌人的战友中 有人在一部影片中偶尔露过面 那是在我军的追击下 敌人从马上掉下来 被我骑兵战士挥起战刀砍杀时惊恐不堪的镜头 虽是昙花一现 可我们还是被这难得的镜头 乐得屁颠屁颠的 已经拉链的情绪那时候 骑兵部队的拉链在乌鲁木齐以东的 昌吉唯独自治州东三县是一道风景 也是三县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共同怀念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 国民经济很不景气 物资贫乏已到了难以尽数的地步 部队也不例外 那点可怜的军马伙食费 根本买不来营销化的标准 没办法 只好每年的四月份 请几名哈萨特族木工 带上我们几个战士 把全部的军马赶到南山牧场去集体游牧 全连战士没了军马 就发挥拥有很多马分的优势 开荒种草 种料 种菜 秋后草料收了 就赶紧把马赶回来 抓紧时间训练战术 马术 把荒废几个月的军事技能捡起来 军马的四草 主要是齐台和木类 吉木萨尔三县老百姓在留作队 以牲口四草的前提下 以之前用军的形式 用马车给部队送了的 叫军草 这些生产队送四草都是有任务的 公社 线上要检查 评评的 尽管数量有限 部队还是十分感激 酒饭招待宋草群众 四草招架付款 临走时 再派几名战士给老乡装满满一马车马分 拉回去 部队知道 这样做生产队就多了份肥料 再者 也能使宋草社员多挣几个公分 有利于调动宋军草的积极性 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 生产率的军草也是有限的 每到农历十一月初 部队的军草多减看圣底 细细一算 要熬过春节前那几个月 就得赶紧率部外出野营拉链 顺便给军马混口饭吃 于是 冬那两个月的野营拉链就开始了 选典一般选在无宋军草任务的偏远乡村 或者那些佣军模范村 我们当年所走过的路线是 第一站 西台县西地镇桥子村 稍事修整后 看到回民庄子汉台子 村 再下面是木垒县的新户 东城 西吉尔 英格堡 西台县的平仙 麻沟娘 吉博库 东湾 老家庄子 白洋河 后经吉木萨尔县的全子街等地返回 偶然也对路线稍作调整 但大致如此 每个点三至五天不等 要说那时的军民关系 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每到一处 群众就为我们烧好了热炕 准备好了草料 收拾好了棚卷 而我们每每赶到 一下马就帮老乡挑水 清理鸡血 挖柴火等 遇到队里冬天搞水利 我们也参与其间弄来炸药开山修渠 这比老乡烧卖街画洞挖渠可快多了 住下后帮着训练民兵 与党团支部一起联欢 用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给老乡们演出 可老百姓打成一片 亲如一家 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 我们那时也迎拉链 一般是以班为伙食单位 一个班住到一户老乡家 我们白天出去帮老百姓干活 而老百姓就炸了自家的草为我们的军马 我们的战 吃做饭笨手笨脚 房东大妈 大嫂就做好辣条子 就鞭子端到面前 提出我们怕违反纪律 坚持不吃 后来首长见这盛盆的饭 甚至也不是个事 就下命令说 先吃了再说 我们这些吃惯了糊糊 磨磨的大兵 一下子吃到这么可口的家常饭 简直把生日年节都忘了呢 零分手时 军队和老百姓恋恋不舍 眼睛潮乎乎的如今想来 这的确是极真诚的 我们把吃了饭的钱之意留下 但是被房东再三推辞 推到情急之下 房东变了脸 要给钱你们明年别来了 到饭馆里吃去 于是我们默默无言 只好悄悄的 把我们随身带的大米 清油留给房东要知道 那时当地老百姓想弄到一斤大米是很困难的 是商品量的城里人 评量 那每月才能买到一斤米 半斤油 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下来 我们的军马渡过了饥荒 然而老百姓的牲畜 却常常要到野外去啃草针度命 我们虽然照价补 偿了草料费 然而在那个年代区区几个钱 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那份真诚 那份情义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呀 于是在全国仅有的骑兵 奉命全部下马的1975年 军区在讨论退伍后的 军马向何处去时 部队党委首先想到的是 齐台、穆类、吉穆萨尔三县的老百姓 无任何代价的捐献给 三县人民支援农业生产 1976年 我们下马后的元席兵营 与驻守北塔山的边防 独立步兵第十营河边 与从石河子调防过来的不久团机关 合并成新疆军区边防第二团 依然驻防边垂 于是 这支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走完了它历史的最后一战 这个古老而又辉煌的兵种 永远告别了当代军事序列 摘自新疆日报 乘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1070000701 a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万全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 侵权请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请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